早安慈濟情 现场连线 今天要跟美国加州来进行对谈 现在是台湾时间8月21号的早上6点45分 那美国加州来到的是20号的下午3点45分 那么来宾是慈濟美国总会的执行长 曾慈慧师姐 首先来请师姐跟观众朋友打招呼 师姐好 国欣好 8A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来的首先要请教师姐第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在新闻中有提到 加州现在有风暴 不晓得您现在处的地方 有没有感受到风雨呢 我现在是在北加州 北加州是艳阳高照 可是在南加州现在开始 雨是陆陆续续在不同的地方都加强了 真的我们希望这个风雨 是轻轻略过就好了 祝福大家都可以平安 那么接下来想跟师姐请教的是 上个星期三的时候 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请教过师姐 我们这次慈濟参加了 世界宗教议会 那当时是议会的第二天的议程 那现在五天的会议都开完了 继续邀请师姐来跟我们聊一聊 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的是 就在这个会议圆满之后 我们最后一天有做一个特别的安排 就是播放这个上人开施的内容 他做哪些呼吁呢 现场气氛又是如何 对在这里真的好感动好感动 在闭幕司那一天 现场大概摆了五千多张椅子 九层满 那渊师傅呢 得渊师傅上台 介绍上人亲自到现场 在现场的时候 上人语重心长的 对大家开示 从气候时钟 从气候片间 到鼓励大家一定要推动速食 另外还提到有 尼伯尔我们佛陀一生的规划 那渊师傅介绍上人到现场之后 渊师傅又起来协助大家 再度的呼吁上人的苦口婆心 当渊师傅下台之后 不少宗教领袖 就主动跟渊师傅说 上人的理想 上人的说法 上人的开示 真的是非常的认同 那也希望上人能够多说话 那当然在现场 还有来自于我们台湾的 召会法师跟自乃法师 那今天早上有机会 跟召会法师 自乃法师互动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当场真的好感动 好感动 因为佛教慈祭 能够在现场 用一股正能量的方式 来呼吁大家推诉劝述 真的非常感恩上人 亲自到现场 那对于说这回的宗教议会 我们推诉有什么样的成果 大家认同吗 真的看到很大的不同改变 以前我们在现场有席客教 席客教会提供素食 那以前吃素真的是 我们第四次参加 以前吃素的机会 大家都有排聚感 现在开始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拒绝吃坤的 他不满 他就是要吃素的 那我们在现场真的很感动 在第三天晚上 有一个叫慈悲的联盟 慈悲联盟 他就邀请了264位的宗教领袖 在现场 那一餐全部都是素食 每一个人那种脸上的 亮丽的表情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 在闭幕式的时候 不同宗教团体的代表 大声疾呼 不杀声 以前我们都不敢这样子公开的宣导 说上人说不杀声 可是现在是别的宗教团体 一起跟我们站起来 呼吁不杀声 那要尊重生命 那这一项肯定真的是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来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足迹 那也真的非常感恩 上人的慈悲 那很有意思的 因为席客教都推动素食 可是都要排队很长很长 那我们好感恩这次我们芝加哥的团队 谢崇甫师兄 雅美世界所有的团队 每天都准备素食 那我们有一些贵宾来到我们的餐区 看到我们吃素之后 每天时间到就自动来报道 除了这个推速很成功之外 其他的宗教团体 有没有对我们的佛教 有进一步的认识呢 有 要跟大家分享 慈激这一次的御佛跟绕佛绕法 是破极路 尤其是我们的御佛 那个空间 只能容纳40位 一直排到外面去 每个人脸上那股伐喜 那另外在绕佛绕法 我们利用早上还没有开幕之前 那渊师傅还有我们的陈师傅 黄师傅带领团队绕佛绕法 在我们的佛陀一生的部展区 整个的色心的行动震撼很多人 大家都主动来了解 实际在做绕佛绕法的真正含义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 不可思议的一场大法会 在现场就显现出来 对我们通过画面可以感受到现场的庄严的感受 那最后最后我们想请教师姐一个问题是 刚好这个美国的属地夏威夷也发生了这个大火在贸易岛这个部分 我们有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弘扬的部分 就是扬善的部分告诉大家说 我们慈祭也有进行关怀 有没有进行这样的告知的动作呢 非常感恩渊师傅在整个闭幕式的时候 最后他也大声的呼吁跟分享 慈祭是唯一的佛教团体在现场提到整个贸易岛的火灾 那很多的宗教领袖马上都认同 而且点头说慈祭真的是很接地气 这份尊重人性的心 非常感恩正言上人正言法师 站起来大声的呼吁 这份爱的正能量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 真的我们希望说这个会议虽然结束了 但是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持续来进行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慈慧师姐 再次跟我们连线分享感恩您 感恩国心感恩大家 美国我们现在报平安 感恩上人的慈悲祝